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平安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信仰QMA 当我们在认识基督信仰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碰到的一些的疑难杂症 不论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 或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哪边读得不懂 看得不清楚都可以来询问的 我们的牧师会从圣经当中给你解答 今天这位听友写信问道说 犹大出卖耶稣是上帝预定的吗 来听听前牧师的分享 当我们在想犹大出卖耶稣 是不是神所预定的 也就好比在说 夏娃会吃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是不是也是神预定的呢 因为那棵树 神就是把它放在伊甸园的中间 好像让他们必要看见 不吃都很难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 夏娃亚当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也是神所预定的呢 我想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 那就是神给了人自由意志 让人能够自由地选择 可是神并没有把罪给人 也就没有预定人会犯罪 可是人并没有用神所给他的自由意志 选择顺服神 反而是选择违背神 这就是人的罪 也就是人的选择让人犯了罪 因此神并没有预定 犹大会出卖耶稣 犹大里头的罪 是他出卖了耶稣 这个违背神的罪 也就是里面那个不幸的恶心 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六节 里面有提到犹大 说犹大不是顾念穷人 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 常取其中所存的 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 其实犹大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 耶稣一样对门徒讲道 可是在他的里面 他始终没有愿意顺服神 但是也许我们会这样想 如果没有犹大 那也要有别人来治耶稣于死 换句话说 总要有一个人倒霉 事实上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 其实 世人都犯了罪 都应该灭亡 我们可能会觉得 犹大无辜 因为耶稣的救恩要成立 必须要有一个人 治耶稣于死 而事实上 没有无辜的 每一个人 都因着他的罪 必须走向灭亡 但神给人救恩 乃是要人信他 悔改蒙恩 从罪中转离 但人如果执意的 不悔改 那个罪 始终蒙蔽着人的心 最后人的结局 就是走向灭亡的道路 因此 谁是无辜的呢 犹大是无辜的吗 其实是犹大的选择 停留在罪里面 使他走向灭亡 所以 神并没有预定 犹大要出卖耶稣 也没有预定 人会要犯罪 但是撒旦 借得人的罪 要来毁灭神的计划 而神反而 借此 将救恩向人显明 叫人能够 因着信耶稣基督 为人的罪而死 信耶稣基督 神使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让人从罪的灭亡当中 能够得救 因此得救 才是神的心意 也是神的智慧 灭亡并不是神的心意 犹大卖了耶稣的这一件事情 并不是神就牺牲了犹大 乃是这一件事情 既是人里面的罪 在撒旦的利用之下 想要来毁灭神的计划 而神借力使力 使神的救恩向人显明 叫人能够因着信他 从罪中得救 这才是神的心意 神乃是预定 信他的人必得永生 非常谢谢前牧师的回答 这个犹大出卖耶稣 是不是上帝预定的呢 这样的问题 希望透过前牧师的分享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思考 也能够更多的认识跟了解 而且往往到我们看待 这样的历史事件呢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 来思考 这个犹大出卖耶稣的这样的事情 对我们而言有着什么样的提醒呢 其实在那段历史当中 主耶稣被犹大出卖的那个晚上 甚至在更早之前呢 耶稣都知道谁要卖他 而耶稣有没有对犹大做出警告呢 是有的 可是犹大并不听从 犹大还是顺着自己心里面的这个私欲 做了这个不好的事情 甚至到最后 犹大没有办法面对心中的罪疚感 就上吊自杀了 犹大原本是一个被耶稣重用的一个门徒 但是最后的结局 他的下场却是这样子 这是多么的可惜呢 我想犹大的生命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提醒哦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上帝也会透过圣经的话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知道我们哪里做错了 但这时候我们会不会听上帝的话呢 还是我们会跟犹大一样 想要顺着自己心里面的感觉 自己的喜好去行事为人呢 也希望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个问题 犹大出卖耶稣是上帝预定的吗 透过前幕时的回答 相信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哦 好我们就下一次观众再会咯 拜拜 人世间变幻 无求变幻 今朝多少光彩 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 不朽的生命 永存在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然后哦 说这 中文献 impact